大家好,我是Dan 躲在19岁成员们背后 消失半年的幕后黑社安森尼 10月14号出现在江南警察局了 可能因为是幕后黑社 所以当天他穿着黑色西服与黑色口罩现身了 而在记者们承认所有嫌疑妈的提问 他只是低头保着沉默迅速走进了警局 不过这姿势 不知道的人看了可能会以为 这个人是警局的高层人士正在上班 当天他以妨碍业务,损坏电子记录 背信罪等嫌疑人身份出席了警局 而在同一天,全代表也出现在江南警局了 当时全代表为了对安森尼的搭档白礼时提告来到现场 只是碰巧与安森尼的日子重叠在一起了 然后在同一天,三副体也有了新的近况消息 今年8月,法院补回FIFTY的专属合约终止申请后 三副体马上就宣布了会提出上诉 但是那个上诉也在10月24号这一天被补回了 这被补回的理由是 因为没有提交上诉理由数 提出上诉,但是没有提交理由数 这只有两种可能性 不是傻子,就是失去了上诉意志 根据媒体报道 在所属公司对三位成员解除合约之前 他们有先向公司提出回归公司的条件 那个条件就是 不要让我们碰到全代表 你什么开玩意啊 这不就是像 大众们原谅你们的条件是 不要让我们听到你们的歌 一样吗 目前这三位成员除了被解除合约之外 还需要与安森尹白理事面对 所属公司的损害赔偿诉讼 根据SN娱乐理事会议长的金律师表示 虽然因为安森尹切割了韩国内的所有广告活动 但是这期间为成员们缴纳的房租 舞蹈歌唱培训费 专辑制作费用 车辆服装餐费等花费 这些都会被法院认定为损害的 而且QP的这首歌在欧美地区爆红 因缘收入也会非常惊人 所以他们的赔偿金额也会变得非常高 全代表 这段时间对您的支持真的很有价值 真的很高兴 就像喝了一大杯汽水一样 心情凉爽 您在处理事情方面做得如此出色 为大众带来了期望已久的结局 真的非常感激 从新女团到5050第二期 我们大众会一直在一起的 为了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一定要强力惩罚有关的所有人 真的 现在大家最高兴的原因是 正义胜利的缘故 通常正义能胜利都是在电影和电视剧 况且这还是所属公司与一人的纠纷 一般一定是一人胜利的 真的很高兴 跟犯罪的人不一样 不戴口罩消息期登场的全代表 辛苦了全代表 希望一直能听到好消息 对于5050事件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代女爱豆们的传奇动徒前四位 三方的传奇 一百目一样 期待 一百目一样 二百目一样 三方有女爱豆 三方的传奇 二百目一样 三方的传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